进入武夷山风景区后 实现距离仅五公里的九屈西 被拉长了一倍 1183年 南宋乙区家朱熙辞官回到武夷山 在九屈西畔的武屈西 创办了一所书院 武夷京社 在这里著书里说 昭途讲学 沿着九屈西 朱熙曾逆流而上 写下了一首鱼歌 九屈兆歌 剑宁梯田 被靠金脑山 面朝金西柳狱 层层叠叠的梯田上 种满了莲花 剑宁种莲 不味莲藕 只涂莲子 剑宁莲子 据说曾是皇家贡品 红楼梦中的剑莲红枣汤 就是贾宝玉每天必喝的饮品 这里种植莲花 已经千年 五万亩荷花 每年产出通心白莲 四千多吨 继续飞行 南京的土楼群就在云雾缭绕的前方 四十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依山而建 一条S型小溪把塔下村分成两段 两头的圆形土楼 酷似太极土里的鱼眼 这里最早的土楼 大约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春季 秋谢 败祖的仪式里 人们缅怀先祖来到荆棘之地 把这里从一片荒谷 变成世外桃源的故事 永春 一个被香气笼罩的地方 全国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乡 出自这里 明末清初 曾任泉州士博司的阿拉伯大商人 蒲兽根后裔 为躲避战乱 从泉州移居到永春等地 将祖先传下来的炙香手艺 也带到了这里 如今 蒲兽后人仍然生活在这里 并传承着手艺 福建拥有曲折的海岸线 和许多河流入海口 沙浮 沙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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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入海处 这里年平均气温在二十摄氏度左右 水温盐度适中 与之相连的河流调节了海水的比例 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盐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海带和紫菜在这里大面积养殖 中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海带和紫菜 出自这里 白路一过 船只开始穿梭在紫菜架之间 辖 六万多亩的紫菜 到了收获的季节 对捕捉美的眼睛来说 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收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